那我们的很多的研究都告诉你 我们给大家看了那么多的图片 那么后面就讲身体气质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的规训和权力所在的 我们在这里也推荐几篇文章 第一篇是福科女性气质和富全力量现代化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现 这两篇文章非常详细的学理性的描述了 这个身体跟气质背后的权力跟规训 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这两篇文章里面 谈到的一个比规训本身可能更深入一层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福科在讨论身体的系统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从一个简单的身体角度来讲 他是引申到了权力层面 他认为身体已经是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就是在社会的规训跟监视下来形容出来的 福科经常用的是一个圆形监狱来做的 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圆形的监狱 上面的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在监视所有的下面的人 下面就慢慢内化了这个他人的凝视 我经常喜欢用更详细的一种更具体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有一个高塔 上面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枪 现在下面所有人都生活在他的视野之下 现在他要求每一个人 如果你走路必须要这样弯着腰走路 这才是正常的走路的样子 如果你只起腰来走路 他上面一枪就把你给打掉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类本来是喜欢指着路走路的 我们喜欢的是自由的各种各样的走路方式 但由于上面有这样的规训 所以所有人都开始学着这样hold the bay来走路 有一天上面那个人不再拿枪了 也许你知道 也许你不知道 可是慢慢人们依然害怕他时时刻刻有风险 所以我依然用这样的hold the bay走路 有一天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过了好多好多年 上面已经没有人来监视你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 我要直起腰来 可是其他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种弯腰了 他已经内化了 也就是说把上面人的眼光已经内化成 走路就应该是hold the bay走路才是正常的 有一个人这样挺起来 别人就会很看不管 你算什么意思啊 胸脯大吗 你是要展示自己的胸脯横挺吗 你当然这是不对的 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走路 好 那个想要直起来的人 由于被旁边的人干涉 他也继续这样做 长期以往 你就会发现 我们内化了他人对我们的凝视 内化了文化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所有的文化的要求 就变成不是说有人要求我 变成是我自发的 我觉得这就是对的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叫内化 而引申开来出来 福克就谈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他说过去的权力可能是一个群体拥有 针对另外一个群体 他拿了来副枪来对着你说 你必须要跟我来这么做 不这么做 我就来那个打倒你 我来打倒你 但是他现在慢慢发现说 现在的权力是由实践 习惯 技术组成的网络 这个网络 它维持了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 与服属的位置 他说现在的权力 已经不是拿一个群体去反对另外一个群体 而是这些实践体制公益的网络 在特定的领域下面来维持了统治 他说这个权力已经不再是通过这个强压性的方式来塑造的 权力他塑造了你的欲望 告诉你什么是正常 什么是不正常 我们需要来思考 我们这些正常不正常本身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在讲到的所谓的价值观判断 实际所谓的正常和不正常 就是用价值观 其实在告诉你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身体的规训是很显然的 你不会再去反抗对你的身体规训 你不会觉得说凭什么 我腰要很细 像我这样生过孩子的人 我怎么可能腰再细成像小姑娘这样子 为什么我的粗腰就不被接受 这是有问题的 但你不会去反抗 因为我们已经内化了 我觉得细腰就是好看的 这个我的价值观判断 我的美的判断都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一个生过孩子的人 他就像我 真的A4指头是远远达不到我的腰的 横向来讲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常的 甚至很想超过一点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 这个更多的研究告诉你说 其实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人来解构你 或者具体的人来要求你 实际上是所有的人他无处不在 每一个人既是执行者 也是规训他人的人 我们的权力的执行者跟被执行者人 其实是一个人 这就叫文化的迷赛的权利 他分辨在各个方面 他制造出这样的一种印象 好像这样的女性气质 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要瘦身 我要健身 我要变得很美 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符合我的利益的 但是如果你再来看所谓的美 它依然是有一个非常符合 我们之前讲到的 需要有弹性的 有柔软的 有光滑的 没有时间痕迹的 这些特征依然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来反省这样的女性气质 我们就必须要反省 这种规训跟压制不平土的方法 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我们对于美的这些欲望 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间 可能在今天商业文化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之前讲到说 这些美都要求说是要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公司 美容公司告诉你 这在背后就是一个商业的利益 今天你觉得狸子脸很好看 很可能是受这个自拍影响 今天你觉得很瘦很重要 可能是一个瘦身公司在背后的推动 而并不是说这是正常的 所以当我们反省这背后的权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权力它被赋予每一个人 但又不赋予具体的一个人 它对肉体的侵入是全方位式的 它对女性的身体进入到了一种 可淡就在打碎它 重新编排它的机制 每个人觉得我的身体是一个驯服的身体 我可以去控制它 我身体的大小 形态 姿态 手势 我的各种的表情 包括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我坐车的样子 等等等等 这些在权力上面可能都在或多或少的做规训 所以福克最后指出来说 现代的社会的转变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它的这个是以权力运作的深刻变革作为特征的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 而今天变成是个人化的政治轴线的逆转 讲的比较复杂 那个时呢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 权力的效应是通过日益精细的方式进行扩散的 它接近人们 接近他们的肉体 接近他们的手势 接近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想要抵制他的人 权力不是说我马上去惩罚你 也不是说我就求紧你的肉体 而是我们试图改造你的思想 那么通过改造你的思想 通过创造你的欲望 让你觉得说 这才是对的 所以对时间和身体的控制 我们会发现现在变得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可操控 那一个自拍像 我们经常在秀的过程中间 也是权力运作的一个概念 最后的时候 我们想说的是 那么什么是我们想要的身体的美 我们需要身体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自己特别在女性主义强调的是说 其实每一种身体都是美的 每一种气质可能都值得被赞赏 我们享受并主宰我们的身体 背后我们要跳出很多这种框架 我们去欣赏我们自然而正常的身体 比如说老年人也可以是美的 老年人也可以是时尚的 肥胖者他也可以是美的 我们在推荐的之前推荐的书里面 就专门讲到这个肥胖促进协会的各种美 那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 我们很希望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身体 胖的瘦的 有这个棕色皮肤的 有黑色皮肤的 这些形象都是可以是让我们产生美的 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身体形象 不能只存在一种标准的身体 因为绝大部分的女性是达不到的 我们天天看到那个完美无瑕的脸 天天看到一个标准的身体 其实对个体是很有压力的 15年的时候 我去哥本哈根的时候去访问一个 我们的社会 叫妇女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 他们当时在搞一个活动 就是反对在公车上的一张 一个女性的一个半截的身体 那个女性的半截是个裸露的 但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身体 他们说在公共气息上 不能出现这样的女性身体 你应该出现各种各样的 由于现在我们都没有很多的机会 去看各种各样的公共浴室 每个人的身体都变得很私密化 如果你只看到这种形象 就意味着你认为只有这种身体才是正常的 而现实情况是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身体 不同的年龄段 你的身体一定是不符合标准的 这个标准会对给女性带来很大的压力跟焦虑 对女性本身的发展是很不好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胖一点的姑娘 其实她们也可以是很欣赏自我的 也是很美的 胖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说跟她的慵懒有关系 跟她的结实有关系 就是跟她本身的身体特征有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说胖的人跟胖子瘦下来 跟瘦子本身是不一样的 那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 我吃的比他多多了 我也比他懒惰的多 可是呢 我就是以前都不是很胖的 我等了生了孩子以后 我发现我还是一样的状况 可是由于我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的体重就开始增加了 这跟我的懒惰跟我的不打理 跟我的慵懒跟我的习惯都没有关系 跟我的年龄有关系 而我那朋友他们全家都比较胖 这跟遗传有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歧视那些胖子的人 说他们有问题 除非这个肥胖跟健康有关系的时候 个体可以选择去调整 否则作为其他人 是没有资格去歧视这样子 不同的这个身体 不同的状况的 我们希望大家对于美的观念 更多元化 我们对于女性的身体 不要那么的苛刻 我们能够更多的接受 那个多元的正常的自己 谢谢大家